主料,芋头600克,排骨400克,辅料,油,盐,栗子200克,生姜一块,大蒜瓣三瓣,大葱一段,红烧酱油5克,豆瓣酱8克,料酒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准备好原材料,栗子洗净切一条口,放入锅里煮几分钟后焖5分钟,包出栗子来, 芋头去皮洗净,排骨切成块,将排骨入锅中水,水里加入适量料酒,芋头切成块,生姜,大蒜瓣切成片,大葱切成小段,锅里加入适量油,烧到六成热,放入排骨,加入适量豆瓣酱,红烧酱油,翻炒,加入芋头,葱姜蒜,翻炒均匀,加入适量开水,倒火煮三分钟后,改中小火煮, 半小时,加入栗子,再煮十分钟,加入适量盐搬匀,出锅,烹饪技巧,一,栗子一定要慢一会,这样很容易包,二,芋头要先清洗干净泥土再去皮,然后再清洗一遍,三,炒好的菜料里,最好加入开水或者烫水,不建议直接加入凉水,直接加入凉水会影响口感, 四,李子要后访,一起放会煮得很烂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